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肯承担的公民 作为一个有志气的青年 肯定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样的时代 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著名的中国史专家 那就是钱穆 他在上个世纪六四年代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复兴中华文化 人人必读的几本书》 那么他提出九本书 我们今天的这个四书就是其中的四种 那么除了这四种以外呢 还有《老子》《专子》《谭经》《静思路》《传习路》 那四书呢 它这个成立的时间比较晚 《仁宇孟子》《大学中庸》呢 它的成熟年代呢 就跟这个它是两个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 《修己安人话事书》《古典儒学引论》 实际上是要先我们解决这个题目上的几个两个问题 一个是修己安人 一个是古典儒学 那么修己安人 我们为什么会把这四本书合在一起讲 就是我们考虑到这四个文献 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精神 那就是修己安人这四个字 那么这四个字当然首先是从论语里面提出来的 这个为大学 中庸 孟子所继承 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呢 不是一样 大学呢 就把这个问题从这个明明德 到这个明明德与天下 就是从自我 明其明德开始 到最后使天下人都能够明其明德 那么中庸呢 就把这个修己安人 表示为成己成物 孟子呢 他就表示为 以不冷人之心 行不冷人之正 但是他的总体精神呢 就是修己安人 修己安人 那么其次呢 我们要解释这个 这个儒学 它四个阶段 儒学呢 它是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里边的一个主流 那么它之所以会成为主流 是根据它在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这个理论解释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所要接触的这个以外 还有汉代儒学 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 这么这个三个发展阶段 从这个古典儒学以后 那么我们这里要处理的当然就是 古典儒学这个阶段 因为后面几个发展阶段 不管它怎么发展 从这个总体这个精神上 它并没有偏离古典儒学所确立的 一些最核心的内容 只不过它根据不同时代 这个面临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文化问题 有所发展 比如说这个宋明新儒学 它就是 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 就是回应这个佛教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而出现了一个综合 那么现代新儒学呢 它是跟19世纪以后 中国要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讲题 做这样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课程 包括有这样这个九讲的内容 我们大家呢可以看到说 我们要讲什么 这里先跟同学做一个交代 首先呢是我们今天 这个第一讲要讲的 就是四书成立 这牵涉到是我们本课程所牵涉的内容 它的意义跟方法的一些问题 因为四书我刚才提到 它这个名字的成立它是很晚的 这个成立它是随着这个儒学 这个要回应 这个印度佛教的 这个对中国文化的这个挑战 这个构建起来的一个体系 这个是第一讲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八讲呢 就是讲分别讲四书 论语三讲 那么第二讲 我们先介绍一下孔子跟论语 第三讲是 设理归人 结合到我们这个课程里边讲 它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一个什么问题 为什么修己安人是可能的 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根据孔子对于当时 这个社会问题的反省 最后确立了人道 人道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给修己安人奠定了这个基础 那么善得为己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修己安人如何可能 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要修己安人 首先我们的明白说 这个对于己对于人来讲 一个最理想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去回答说 我们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的生活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学 它的题目是 明德清明 那么大学就讲修己自仁之道 修己自仁之道 那么接下来 讲的是修得宁道 修得宁道呢 这个是中庸里边的一句话 中庸里边那句话是说 苟无自得 自道不宁言 那就是说 它是要讲这个个人通过修得 最后能够体会到 充满实现的这样的一个 完满的天道 最后就所谓成己成物 就讲的是这么一个事情 最后三讲的是讲孟子的 成三圣 就是讲孟子这个人和孟子这本书 那么接下来 在仁义内在 第八讲就是孟子把孟子提出的那样一个修己安人的人性基础做了充分的理论论证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讲 讲这个修己安人的功夫碌碌的 就是信由心弦 这是我们本课程的九讲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是本课程的第一讲 就是四书成立 我们要讲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 四书是怎样成立的 第二 我们为什么要讲四书 第三呢 如何去讲 去读四书 四书呢 我们说了 它是跟宋明时代的这个鲁学复兴运动有关系 这个宋明时代的这个新鲁学的运动啊 这个鲁学复兴运动啊 我们讲它复兴 那就是说鲁学在历史上 它曾经有过一段这个消沉的 相当萧桥的时候 那么这个萧桥的时候是如何出现的呢 我们恐怕要回顾一下 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 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的时候 大家了解到是所谓的北家争民 北家争民以后 出现了一个这个统一的 君主装置的大帝国 那就是秦帝国 然后汉帝国 那么经过这个秦汉帝国的这个几百年 那么秦汉帝国这几百年呢 我们知道是这个鲁学 或者说这个 它经过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那就是所谓的经学化 那么经学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从原来诸子的一个学派 变成了整个国家提倡的一个官方学说 那么官方学说呢 它又跟当时的后补文官的选拔制度联系在一起 就确定了这个鲁江经典 在这个世人教育过程中的这个重要地位 那么这个过程 随着这个汉帝国的这个解体 就出现了这个 魏晋玄学的这个思潮 魏晋玄学的思潮呢 它事实上就是回应汉末社会与文化的危机 出现的一个新道家 新道家 那么这个为什么是它新道家呢 它是立足于老庄的学说 同时呢 对于鲁家的相关的这个影响啊 加以这个采纳 形成了所谓魏晋玄学这样一种思潮 那么魏晋玄学呢 它就成为中国接收佛教的一个导引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道家它是这个讲武 是吧 讲武 魏晋玄学 他就讲这个根据老庄的那个天下之万物 生于有 有生于无 他就讲武 那么 讲武的话 开始佛教存到中国来的时候 佛家讲空呢 那么当时中国人呢 他不了解这个空跟无呢 它是有区别的 他认为 所以佛家讲这个空呢 就是中国本土学说讲的这个无 所以这个魏晋玄学呢 就成为中国人接受这个佛教的一个重要的导引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从魏晋玄学开始 到这个南北朝隋唐佛学的这个流行 整个中国士大夫精神生活的这个资源 都不是卢家的 他的精神生活呢 主要是受这个佛学的这个影响 那么这个呢 就造成了中国社会啊 本土那些人士的这个这个忧心跟反抗 那么从中堂开始 这个反抗运动就由杭玄这个人点起来 他作为一个先驱 他点起来了 这就从中堂的杭玄开始 一直延续到王阳明 才完成的整个一个鲁学复兴运动 时间很长 这个就是新鲁学运动 那么这个新鲁学运动过程 为什么会提出四书呢 我们要把这里边的一个个这样讲下来 那么韩玉呢 他了解到当时这个佛教啊 他的影响 那么你除了现实政治层面的 经济层面的 对社会的冲击之外呢 你要清楚这个佛学 对世人思想的影响 你得这个 找到 可以取代佛教那种思想的东西 那么佛教思想 大家知道当时是流行禅宗了 禅宗的影响 中国禅宗讲十六个字 教外别传 不立文志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个是简易直截啊 大家觉得这个比较的容易接受 当时 所以 你如果要去复兴 儒学的话 你得清除佛学的这个心性论 对广大 是大幅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韩玉就提出一本书 那就是他从 鲁家的 礼记里边的一篇 有一篇叫大学 提出这个大学 提出大学呢 它就有两个用意 一个 它就讲 我们中国人 所讲的这个 道跟德 跟这个 佛教所讲的 道跟德 它不一样 虽然我们也讲心性 都讲心性 因为大学里边 讲正心成意 所以他就说 如果我们讲正心成意 离开天下国家 那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学问 那是遗迪的学问 所以韩玉就提出说 中国人讲这套东西 讲正心成意 四个字 将以有为 不是你自己 民心建训 就可以 将以有为 你不能外天下国家 来讲民心建训 这一点提出来的话 就是鲁师的一个区分 当时大家知道 到宋代的时候 有一个王安石 王安石大家都知道了 王安石就说 这个 韩玉批评 佛家 然后说 鲁家讲 正心成意 将以有为 这是讲错了 王安石批评 韩玉 说韩玉讲错了 那么当时 爱臣 有个学生 大家知道爱臣子 爱臣子有个学生 叫这个 尹和记 就是尹吞了 就是火子旁一个 这个享受的想 尹吞了 就说 王安石完全不懂 他说这一点 韩玉指出这一点 这是鲁师的大分别 释迦讲 民心建训 讲正心成意 这个 便修矣 就到这里为止了 民心建训 进心成意 便修矣 而我们鲁家呢 讲了正心成意以后 还有将以有为也 还要讲 这个 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所以 他提出大学这一点 就是要用鲁家的这个新性论 去取代佛家的这个新性论 你只有从这里 你只有从这里 才可以一步一步的 这个 恢复 本民族的这种文化的 这种主导地位 那么 跟韩玉同时呢 有另外一个人 叫这个 李敖 李敖呢 他就写了一本书 这个其实不是一本书 就是三篇哲学论文 叫复兴书 复兴书呢 它主要是依据 礼记里边的另外一篇 中庸 去 讲这个修养的理论 所以这两篇文章 的提出 就跟中唐时代所引发的 这个 心乳学运动 从开端 开始 就有关系 有关系 那么到 唐代宗的时候 有个人 这个人叫杨婉 他说 我们在科举考试的时候 应该 把孟子 跟《轮语孝经》一样 作为经典 因为孟子这个时候 他还不是经典 这个大家知道 那个时代讲经典 不是我们今天普通说经典经典 这个书很经典 那个书很经典 他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牵涉到中国人 对于这本书 它的这个地位的一个认识 大家知道 这个书籍分类 汉书一文字 这就国家汉代 国家图书馆 这个宫廷藏书的 这个一个编幕 汉书一文字 它是分成 所谓的 这个 有六个门类 六个门类 第一个门类呢 就是六义 那就是鲁家的经典 然后就是 朱子 就是各种各家各派的 这个朱子百家的学说 然后术数 方济 宾书 还有呢 师父 那么六义列 当然在前面 后面呢 就演变成为 金石子集的这种划分 那么在鲁家的经典里边呢 它又有分的 有的是叫做金 有的是叫做壮 壮呢 是解释经典的 它的地位 是跟经典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汉代 它这个只讲五经 这个诗书 礼义 春秋 这五经 其他的呢 你像这个春秋 这个公羊传 古羊传 这些都叫传记 它的地位是比这个经典 要低一点的 所以唐代这个阳婉 提出在科举考试里边 要把这个孟子作为金 来加以考试的话 这个就是对孟子的一个重视 相当的重视 那么这个做法 到这个晚谈的时候 毗日习呢 说这个就应该这样做 那最后 大家知道五代十国的时候 有一个后蜀政权 五代十国有一个后蜀的政权 这个后蜀的政权呢 它的国主呢 姓孟 姓孟 于是呢 这下这个孟子呢 成为经典 所以他就把这个孟子 跟其他经典一起课 这一点在于宋代就被承认了 事实上就被承认了 那么我们再看到宋代 宋代呢 周敦仪 张仔 出来 周敦仪跟张仔呢 他是这个所谓的宋代宋代室的 这个开商的人物 那么这两个人呢 我们讲他对于中庸的重视 那是周敦仪呢 他写过太极图书 另外一个呢 是通书 通书呢 他主要就是发挥中庸 成的哲学 那么张仔灯的事情呢 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很有豪侠的这个气派 他要结集 这个一大批 有志之士 去归附 这个西夏的师徒 就是当时 这个北宋王朝 认于西夏的这个师徒 然后他去见范宗燕 范宗燕呢 就跟他说 明教中 智有乐地 何事于宾 他说你读书人 去搞这东西干什么 就拿了一个东西给他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中庸 叫他去读中庸 然后张仔灯 他拿来去读中庸 读了中庸 再去读六经 最后写出这个 这个正蒙 这样一个相当有影响的 这个著作 张仔就是那个人啊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提出那个人啊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人啊 所以这两个人 对于中庸的影响的 这个扩大 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 我们也要了解到 在这个时候 宋代啊 他的这个皇帝 他有两件事情 就是在分别是在天圣五年 天圣八年发生的 就是宋人中 把大学跟中庸写起来 赐给当时的新科进士 就由王朝这个出面 对这样两篇小东西 表示出如此的兴趣 最后四书的这个成立 当然就是跟这个 陈朱学派有关系 陈朱学派有关系 那么这个陈朱学派呢 主要是这个艾成 跟这个朱熹 我刚才发给大家 这个书里边 一个是大学占据序 一个中庸占据序里边 都提到这一点 说这两篇文章 被从礼记里边提出来 那是跟这个陈浩 跟这个艾成子 陈浩成义 这艾成子这个有关系了 那么这个大家去看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讲这个 最后当然是世书 是跟朱熹 朱熹完成了世书的这个建构 那么朱熹的世书建构的顺序呢 他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顺序不太一样 他是大学论语 孟子中庸这样顺序下来的 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呢 他说你先读大学 确定一下学问的规模 然后再读论语 确定这个根本 然后接着读孟子 观其这个发跃 次读中庸 然后求古人的微妙处 求古人的微妙处 这就是他们原来的这个顺序 那么这些我刚才讲了 世书成立 为什么跟鲁学复兴运动有关系 这个两点 它的意表现在两点 一个是你要用鲁家的这个从历史这个角度讲 鲁家的这套学问 你要对世人发生影响 那就是你这套学问的根据在哪里 就所谓以佛 佛家原来他讲为什么那套东西 除了我刚才提到新兴论这一点以外 还有就是佛家的祖统 他就是说我这套学问 从这个释迦牟尼开始一直这样传下来 他一个主统这样一个讲法 那么我们鲁家当然也在这里边 他要讲 我这套学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根据在哪里 所以这个说 世书的建构 为什么会要建构世书 那就是要用鲁家的这个道统 去对抗佛教的这个主统 那就是说鲁家的这个道 从尧顺与他文武周公开始 传到这个孔子 孔子传给孟科 科之史就不得其传 然后到宋代 爱臣子出来接上了这个道统 那么这是第一点 它的意义表现在第一点 就是以道统去对抗所谓的主统 第二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 就是要用鲁家的这个新兴的理论 去取代佛家的那个新兴的理论 这是我们讲世书 为什么会成立 那么接着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世书 恐怕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是有这样几点 第一个呢 世书呢 它这个当然 你的目的不一样的话 那诸书西是一辈子都耗在这个世书上 所以我们这样几节课的时间 怎么能够了解清楚呢 只不过是希望大家 给大家以后要去看世书呢 说提供一个导引 这是第一个目的 因为世书它确实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就历史这个目的来讲 就是我们要帮助大家建立起 对古典儒学的一个了解 那么从理性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就是要认识铸就中国文化的 这个精神传统 最后一个 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要讲世书呢 我就说了 世书它所涉及的问题 具有普遍性 具有什么样普遍性呢 大家去看 我们讲这样三个问题 是不是到今天 我们依然还是要发问的问题呢 哪三个问题 第一个 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第二个 人为什么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呢 第三个问题 人怎么样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呢 事实上就是 回答这几个问题的 你可以 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想 你应该去看一看 他们说了一些什么 否则的话 这就很不理智了 人家有了这方面的这么多答案 你说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去想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为什么要 这个怎么样去讲世书呢 就是大家讲 我们有一个 这个 步骤 读世书的步骤 第一个呢 叫做明具斗 第二个呢 通讯故 第三个解明物 第四个 构意理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样几个问题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不了解的话 我们就可能产生误解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说明具斗 这么重要 论语里边有一句话 叫明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这是我们平常人的读法 大家都是这么读的 几天年来都是这么读的 可是大家知道 晚清有一个人叫康有为 他觉得这样 这种读法是错的 这种读法是错的 他说 正确的读法 应该是这样的 叫做明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他说老百姓 他如果已经可以了 那你就让他去做 如果他不可以 还不行 那么你就告诉他 怎么样去做 那堪意为 觉得自己 这种读法很好呢 那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说 举这个例子 你就知道 剧斗它是很重要的 它牵涉到 被这个思想体系的了解 第二个呢 通讯固 我也要举几个例子 一个叫学 一个叫固 一个叫诗之 就是论语里面三句话 论语里面就是 一开始学而实习 这个学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完全 不同的了解 就是不同的体系 不同的思想体系 比如说 我们可以提这些 学之为焉 觉也 就是觉悟的觉 那那完全跟我们 今天这种 这种书本的学习 没有关系 是不是 如果学之为焉 觉也 是吧 然后我们讲 论语里面 第二 还有一句话 叫做这个 君子不重者不危 学者不顾 这也就是你这个顾 怎么了解 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件事 就是使之这个使 我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讲要 要这个通讯雇了 孔子去借狼子 只借狼子 那子路当然不高兴 然后孔夫子 就指使之曰 欲所否则 天燕之 天燕之 这个使 有的人把它理解成 孔老夫子对天发誓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另外一种解法 他说这个使不是发誓的意思 是直言相告的意思 使者成也 成述的成 那么解冥雾就是 就是天使道 论语里边很多理智了 比如说我们叫八义 吴亦庭 如果八义不了解 为什么孔老夫子会那么愤怒 你就不知道了 是吧 这四个当然就是要行构 就是你要把这个论语里边 它所涉及到这个义理 这个了解清楚 就构义理 这个理论的这个重构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读试书 大致要经过的 这样四个步骤 所以要解决的几个工作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讲 我们简单的提到 这么三个问题 说试书是怎样成立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 还要去读试书 那么读试书呢 大概应该遵守一个 什么样的步骤 那么第二讲呢 我们就会去讲论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